就在临死之际弗丽萨突然一拍地球 所有人类都毫无感觉瞬间泯灭 整个地球刹那间四分五裂岩浆爆发 接着瞬间爆炸化为宇宙尘埃 被维斯保护下来的人都呆了 逐渐才反应过来亲人朋友都已失去 维斯淡淡到弗丽萨真是好算计这样 只有他能活下来 看着自责不已的悟空他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原来他会时间倒流的强大技能 但出于尊重还是让悟空做决定 悟空先是惊讶然后坚定地点头 在施展前维斯又叮嘱我这技能冷却时间很长 如果你在心慈手软我可就在无能为力了 不等悟空再说什么他一敲法杖地球快速重组 时间成功倒流到贝极塔准备杀弗丽萨之前 和刚才一样贝极塔剧出光波嘴中说着打击的话 却迟迟没出手 不同的是此时悟空已经抱起手中 剧出龟派气功快速向这边冲来 就这样弗丽萨终于彻底灰飞烟灭 顾名所以的贝极塔愤怒质问为何抢我人头 大家都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开心 有种感谢悟空 经过解释贝极塔这才明白事情原委 比鲁斯叹气没想到我堂堂破坏神 如今竟开始保护星球了 为了安慰他的小情绪 不马特地准备美食盛宴来招待他 看着这流口水的美味比鲁斯 不依不饶追问维斯到底背着我来偷吃了几次 回到家的误犯 二话不说一把暴起比迪利和孩子 在比迪利不明所以下发誓以后 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们 于是他请求比克叔叔再次训练自己 既然如此比克放下狠话 那就做好觉悟吧 悟空走向独自一人的贝极塔 贝极塔立刻冷漠地说 不用谢我算我们扯平了 不过悟空并不是谢他 而是觉得维斯说的没错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联手 可能就不会那么危险了 话当说完 贝极塔就直接一声冷哼 那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在大家其乐融融下我们的画面 来到地府的十八层地域 这里的小动物再次敲罗达 弗丽萨再次被吊到树上 享受无尽的精神摧残 小动物再次被吊到树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